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有消息透露红色特别版iPhone 7 iPhone 7 Plus是苹果手机史上 销量最差 库存剩余量最高的iPhone 还有微博网友直言不会道 红色特别版iPhone 7的实际颜色之丑 足以让乔布斯惊醒 另外他还批评道 早先上市的玫瑰金目前已经成了市场上最便宜的iPhone 甚至比黑白两色便宜了好几百 产品跟着用户嘴皮刺上的需求走都是典型的剁笔 措辞是夸张了点 但这也鲜明地指出了iPhone 7红色版真实存在的问题 虽然消费者对红色版的呼声很高 但实际购买时还是会比较谨慎的去做出决定 如此看来黑白银永恒主流色 没有极端也不会过时 目前iPhone 8的流言漫天飞 果粉对其期望很大 很多消费者都在静候这部传说中的全面屏手机 这直接影响了现有iPhone的销量 为了不让万千果粉失望 库克大神您可要加油了呀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 欢迎大家微信搜索关注品堂科技 参与最新酷品牌送果动了解最新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咯